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29日星期三 京港台時間9月30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時事天天聊 我是Sydney王愉賀 大家好 我是金鵬 29日的時候共青團中央微信公眾號發文 是高調批一些自媒體博主把愛國做成的生意 博取眼球和流量 說這個是低級紅 不料該文章下面的大陸網友的評論卻大翻車了 然後戰狼鼻祖吳京也成為網友抨擊的目標 週三的時候 9月29日 日本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安田文雄當選 預料將在10月4日接任日本的首相 被中國媒體大力鼓吹的河野太郎 為何殺場折擊 原來他有兩大招門被點 在當前的中美中日的關鍵時期 岸田文雄的當選會帶來哪些變化呢 他會像之前的其他日本首相那樣 走馬般的進場 走馬登般的進場和退場嗎 是 那我們今天會聊這兩個話題 當然喜歡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也歡迎點贊 訂閱 留言 轉發 節目最後我們會和大家互鬥 那我們首先看到這兩天網友是發現 抖音上出現一些雷同的宣傳愛國主義的視頻 那這很多的網紅主播呢 是聲稱自己在中日邊境的黃海邊 或是在中朝邊境的壓綠江邊 那他們是架起支架用手機拍攝 然後說呢 後面有個在50米左右停著一輛邊防特警車 那他們是說這些中共的邊防武警官兵 為了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 站成人牆面對境外的方向把他們擋在身後 然後他們都用非常誇張的口氣讚揚說 我們沒有生在和平年代 而是生在一個好國家 我們來看一下視頻 發生了一件讓我畢生都覺得很溫暖的事情 發生了一件讓我這一輩子都覺得特別溫暖的事情 就在幾個小時之前發生了一件讓我畢生都會覺得很溫暖的事情 今天下午我拿著手機支架轉了一下江邊拍攝室 我剛才拿著手機支架在海邊錄視頻 離我50米出啊 停了一輛邊防特警車 因為我們這裡呢 是中日的邊境線 隔著一片黃海 前方200米呢 就是日本 身後有4名戰士 全副武裝的朝我這邊走來 我當時就懵了 我轉過頭看著他們 他們呢 就一直走到我身邊 在距離我5米的位置停下了 整齊地排成一排 面向對面的日本 把我擋在了身後 我身後有4位全副武裝的戰士 正在朝我走過來 我當時就懵了 然後我回頭看向他們 他們呢 鏡子走到距離我2米的地方呢 就停了下來 整齊地排成一排 面向朝鮮 把我呢 擋在了身後 再想想咱們國家的國泰民安 我能不自豪嗎 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福祉 您說對嗎 如果您也認同我說的 點個贊 讓更多的人去感受 新生經理 如果您覺得我身的在意 希望你給我點贊 讓更多的中國人感受到做一個 是 然後呢 這些主播們說當地的人民 如何的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 他們呢 很自豪祖國能夠國泰民安 最後呢 是要求觀眾點贊 分享 然後呢更多的人去所謂的感受一下 不過網友們發現呢 這些人的文案幾乎是一模一樣 於是好奇說 這是哪個大內宣的公司 接了政府的單子之後 又幹的活這麼糙 連文案都捨不得花錢做一個新的版本呢 除了有一部分的版本說是中朝邊境 然後有的說是中日邊境 這些細微的差別 那其他方面文字都是一樣的 不過呢 先不管那麼多人跑去邊境幹嘛了 最奇怪的是這個中日根本就沒有邊境啊 因為日本和中國隔著是一片海嘛 那用中共官方之前的說法是一一帶水 這個說法也沒有直接的邊境的 然後剛剛這個男的呢 是說前方200米就是日本 對 可是呢 我今天也查了一下 我們說日本呢 距離中國大陸最近的地方 是上海到九州 是694.5公里 如果呢 勉強非得說是臺灣呢 那也需要是有100多公里 所以肯定不是他說的這個幾百米的地方 而且呢 按照我們之前也講過 是中國的這樣的一種 從領海的角度來講 那麼從大陸的這個邊境這兒 到海裡邊 12海裡之內 這屬於這叫 我們叫做 就是領海 那麼在之外的12海裡呢 是屬於皮連區等等 這屬於中國的實際上是管轄的一個地方 那它相當於把那個部分劃給了日本 那的確是 而且呢 剛剛如果說是勉強是在臺灣的話 也不可能是在臺灣 因為如果這些人有那個眼界 去自由世界看看 或者是已經身在自由世界 置身在自由世界了 還會拍這種見識短淺的視頻嗎 對 所以呢我覺得正因為看起來就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也非常有這種可笑 所以呢 後來的那些版本我看到它是在講說在 中朝邊境的鴨綠江邊 那這個呢就很可能是 前面發現了BUG之後就改成了另一個版本 可是改成 這種中朝邊界呢我覺得也很奇怪 因為中共這邊呢一直在講說 中朝呢這屬於鮮險凝成的友誼 那在中朝邊境上拍照呢 還要中國軍人 幫他們去組建一道 人強 阻擋朝鮮人民軍的可能的進攻 這打的我覺得不是朝鮮軍隊這種談報的臉 打的是黨 這種宣傳的臉 那更荒謬的是居然還找了這麼多的播主 然後去演出這份編造的荒唐的故事 完全是一樣的腳本 所以擺明就是造假 因為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同樣的經歷嘛 那所以最後呢我們看到官方好像就掛不住臉了 29日中共共青團中央微信公眾號發文 是高調批這些自媒體博主說他們把愛國做成的生意 為了博取眼球編造這些愛國流量故事 把愛國變成一場廉價的買賣 消費人們的愛國情懷令人不恥 那文章最後還說愛國不是生意更不是流量 愛國是人民最質 這個最質樸最淡然最沒有利益糾葛的情感釋放 不應該要成為某些新術不端者的牟利工具 然後文章還說說說白了這就是一種低級紅 把讚美建立在偽造證據的基礎上 造出一些讓自己熱血沸騰的正能量謠言 我們多強大敵人多弱智 我們的強大有很多信息可指稱不需要構造假新聞 這個信息開放的時代造假的成本越來越高了 很容易就被人挑出毛病 謊言很容易就戳穿了 被打臉後一地雞毛 所以共青團這個是很理直氣壯的去批駁 然後甚至有點像在教訓孩子一樣 說你這麼低級的一下就被拆穿了 這樣我們多難堪啊 對所以我覺得這也非常有意思 而且當然看起來表面上這詞呢 說的義正言詞的說得也很好 那我看到很多的媒體 包括鳳凰網也進行了轉載 不過我們看到在評論區 卻發生了嚴重的翻車事故 那有的網友就說呢 愛國不就是生意嗎 只許你官媒做這枚生意嗎 雖然但是 那共青團不是做這枚生意的嗎 生意被搶走了 是嗎 那還有的說 愛國被當成生意都很久了 既能維穩又能夠賺錢的好工具 還有的說 做愛國生意的不就是你們嗎 還好意思說別人 看到有人翻車了就趕緊與他們劃清界限 好事都讓你們做就完了 還有人說又當又立 養骨自食 這個又當又立看起來呢是有點費解 那我理解他是想說呢 中共官方這些賬號呢 是既想當牌子 婊子又想立牌坊 明明呢是在他們的長期的洗腦和鼓吹下 培養了很多小粉紅 才會有了很多小粉紅的這樣的一些 市場 所以才那麼多的自媒體呢 現在跟著去 做發財的這種愛國財 那麼 結果呢 中共相當於是 養毒蟲把自己給養傷了 所以呢讓民眾看了笑話 那很多網友就對下面這麼多的評論 這樣子大翻車感到很驚訝 他們就開始說 哎這個我超網平原 這是代工了嗎 最近怎麼回事啊 還說這個反了反了都反了 評論笑死我了 還有的說 還有那些拍攝抗日神劇的演職員們 不就是把愛國當生意嗎 然後也有說最近是什麼風 官方想踩煞車了 來不及了 對最近呢我們看的是有點反常 那昨天的時候我們還談到 這一陣呢全國大停電 那諸多的自媒體甚至像 夜談那樣的所謂的專家呢 鼓吹說這是黨下的一盤大棋 結果呢黨中央就不幹了 央視還出來闢謠說 大棋論是亂帶節奏 是低級紅高級黑 這一下子這些小粉紅是不好玩了 那我還看到呢是 戰狼的鼻祖吳京也成了網友 抨擊的對象 有網友直接說 這一切都是從吳京開始 那您認為這一次央視 還有這個共青團中央 為什麼要出來批這些 所謂的愛國賊的言論呢 我覺得就像這個網友揭露的那樣 中共官方呢一直做的實際上就是愛國生意 吳吹呢大家愛黨愛國的同時呢 他是既維穩又把錢賺了 比如說我們講說 吳京拍的戰狼 他是有官方兜底 幫著宣傳 幫著要求這些學生各單位去 看官方來出錢 所以呢才有這個像戰狼2的話 票房高達 56億 這樣的一個絕佳成績 那去年呢8月份 我們看到 前 鳳凰衛視的記者 叫做張真瑜 他接受海外媒體 是看中國訪問 在披露呢 像環球主編胡錫進 他呢是跟著黨 的步伐 實現了財務自由 開始呢他擁有北京一座 價值2500萬 人民幣的這樣一個豪宅 而這個說法之前呢 也被 蘋果日報啊 還大陸媒體人 白顏松 還有朱軍 他們也透露過 這個胡編實際上非常有錢的 那胡錫進呢作為環球時 時報的總編呢 他實際上也是 人民網的董事 一年有50萬的工資 還在抖音 今日頭條等等 自媒體上呢有上千萬的粉絲 自媒體每年給他帶來巨額的收入 比保守估計就有 1200萬元 而他的兒子呢還在加拿大 所以呢這個實際上也是講說 像胡編呢等等很多這種 愛國者 所謂的這樣的一些鼓吹者 實際上呢 他們都是靠發財的 所以胡錫進這個 叼盤俠的獲利是非常高的 還扮演這個角色 那包括這個中共反美國是為了留美的兒子 辦婚禮 去年是都被網友扒了出來 像說中共常委的家族包括江澤民 曾慶紅這些家族 都被發現呢是富可敵國 對在這些問題上呢 我覺得現在可能也是大量的自媒體 也發現了這個 發愛國財的這樣一個秘訣 所以呢大批人就湧進了這個市場 不僅呢現在我們看到像什麼 中國政法大學的副教授啊 還有這種所謂的經濟學家 葉某啊等等的話主動跳出來當自乾舞 還有呢很多洋舞毛我看到也加入了這個 賺 愛中國錢的這樣的一個行列 甚至呢 很多 海外代購的人也主動跳出來喊說什麼 你看 法國居然都有 中國銀行 我太愛中國了 等等 其實呢都是想借這個樣的一個機會呢 吸收是愛國粉紅 然後呢 通過廣告或者帶貨的方式 變現 做愛國生意 所以呢現在的這樣的這個人 來去搶 飯的多了 那麼原來吃 靠這個方式呢 吃官飯的 黨飯的人呢就 發現同行太多了競爭太激烈了 用現在的話講叫做內卷開始了 所以呢 就當然就不幹了 所以呢現在是藉這樣的機會 去打壓這個民間的這些人 然後奪回 他們的市場要壟斷 所以某種程度上說呢 自媒體人是看出這個愛國韭菜是可以收割的 所以就跟著黨一起收割 結果黨就不幹了 因為不能自己控制言論了嘛 而且呢 一切只能夠讓官方壟斷 不能夠讓民間參與進來自由競爭 對應該是這樣 而且呢我覺得現在是官方出手打擊自媒體 說他們是低級紅高級黑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一個媒體 或者我們叫自媒體 他的觀眾多了 粉絲多了的時候 他形成了一個 很強的一個話語權 那這種情況下 其實威脅到了中共的黨媒 還有 文宣部門的生存 甚至讓黨在意識形態 這個領域的權威地位 遭到了這種威脅 所以呢 他們是想借 批判自媒體 來奪回話語權 樹立只有黨 才是唯一的 偉大的光榮正確的 這樣的一個形象 其他的你們不要信 就跟黨現在打擊這種粉絲文化 還有打擊一些藝人的道理 是一樣的 對所以黨要搶佔 這樣一個文化思想的高地 所以呢看來這一次央視 還有共青團中央的意思就是 只有他們才是正宗紅 別的都不能說是真正的紅 甚至是低級紅 不過呢看來中國人這一次也都不傻 因為官媒又一次的翻車了 對現在這一屆的網民不好帶了 那被騙的次數多了呢 大家是越來越清醒 那好的我們今天呢 再來聊的第2個話題是看到 日本的新首相出爐了 9月29日在日本自民黨總裁的第2輪投票中 前外務大臣岸田文雄 是以257票對170票的絕對優勢 擊敗了河野太郎 當選日本自民黨的總裁 那由於自民黨在日本政壇佔優勢的這種特點 所以岸田文雄會在10月4日的臨時國會中 接替菅義偉 成為日本的第100任首相 那岸田文雄他是都是被視為這個安倍晉三的接班人 因為在前首相安倍晉三執政期間 岸田就被培養成接班人了 2012年到2017年他是擔任外相 2017年到2020年他是擔任自民黨的政策負責人 對 我們看到了這個 選舉的結果也打了中共官媒的臉 之前我們看到他們大量的在鼓吹和支持是河野太郎 還稱了新卸任的首相 菅義偉是準備支持河野太郎 說河野是日本川普 那人氣王 還說民調顯示河野太郎 最適合擔任自民黨的總裁等等等等 那這個河野太郎呢我們看到他是屬於政治世家 他的父親河野楊平是對中共友好的日本政界人物代表 被稱為這種鴿派政治家 知華派外交家 他曾經擔任日本眾議院前議長 日本自由民主黨前總裁 日本內閣副總理外務大臣 反正是很多頭銜 那現在是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的會長 那我們看到之前9月15日的時候 前眾院議長河野楊平 他就以他的這個84歲高齡在疫情之下 他就親自去拜訪一個參議員大腕 他是為自己的兒子河野太郎站台嘛 所以外界當時就認為這個河野楊平作為父親 聲援兒子是坐立不安 對 不過我們也看到說河野這一次敗北 恰恰呢是因為他是和 中國的這種關係 和對中共的態度 一方面呢 媒體講說河野太郎的少爺脾氣 得罪了不少的這種老的議員 而且呢河野家族在 中國呢有很多企業 在什麼太陽能 建子等等方面有很多生意 也被認為呢說沒有辦法 對中共強硬 9月22號的時候 由日本的維吾爾協會 等人權組織組成的 印太人權 協議會呢 就是 發起了對 四個候選人的政策的質問 那當提到說 對中國的這種人權侵害問題 應不應該進行譴責的時候 像岸田維雄 還有是高市早苗 野田聖子呢都正面的回答說 應該 唯有呢是河野太郎避而不達 這就引起了日本輿論的 質疑和批評 說 河野在害怕什麼 是不是呢和父親一樣 其實還是親中路線 河野一個家族呢 有沒有和中國掛鉤的 這樣的一個利益 那特別是一項都對中共 批判強烈的這個 產經新聞 他就以一個大標題叫做 對中決議 河野不回答 去報導之後呢 就引發網絡社群 對河野的抨擊 都諷刺 河野是叫做赤化太郎 然後說他露出真面目 還有之前在21日記者會上 這時候回答外界質疑河野的親族在中國有沒有投資相關利益的時候 河野太郎就承認說 卻有此事 不過他強調完全不會影響我的政治活動 結果看來還是沒有獲得日本民間的還有政界的信任 最後還是一敗塗敵了 對 看起來的話呢 也正因為他的對中共的這樣一個態度逼而不達 導致了他實際上出了很大的麻煩 當然呢 我們看到也是正因為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 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 那就是 在今年的 自民黨的總裁 或者我們叫首相 選舉中呢 實際上是 抗中共 成了這種主旋律 之前呢我們也做過一期節目 談到了岸田文雄 說呢他是第一個 公開的站出來 對抗中共的 就是 這個候選人 裡邊 岸田文雄在9月1號 接受 彭博社採訪的時候就說 台灣海峽可能是 對中共鎮壓香港之後的下一個重大外交問題 他也建制中共說呢 日本應該 尋求 與台灣和其他 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價值觀的國家合作 以及呢 應對 執掌越來越大權力的 專制國家 其實也是講的 中共 當時我們就分析過 根據主流民意 還有日本政壇的特點 您當時就預測他 非常可能當選 是 那岸田文雄呢 對中共的態度也是非常的 鮮明 9月13號的時候 他還明確地指出呢 如果當選 他將在內閣中心設 處理人權問題的首相 輔佐官的 這樣的一個職位 還有處理呢 經濟安保 這樣的一個事宜的這種 內閣大臣的職位 他還說呢 圍繞著台灣 穩定和香港 新疆 所謂的人權問題 日本呢 將 毅然應對 維護呢 民主 民主主義呢 法治 人權等普世價值 所以當時呢 大家也都認為 新當選的首相 一定會是 親美 然後抗中共 然後友台的嘛 那針對岸田的當選呢 有記者29日就問 中共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說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是說 中方願意同日本新一屆的執政團隊 一起恪守中日 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各項原則和精神 推動中日關係沿著政策的軌道 健康穩定的發展 看來自己支持的人沒有選上中共也是無可奈何了 那麼您認為接下去這個 岸田呢 他是這種 親美反中嘛 那他當選之後會如何的影響國際的政治 然後他對於中共的強硬到底會到什麼程度 我們看到了岸田維雄是在 安倍晉三的時期呢 當過五年的外務大臣 也是2012年到2017年 正是在那個時候安倍形成了就是在政治和安全上和美國形成同盟 經濟上呢和中共是保持互動的這樣一個外交策略 後來呢是到了川普時期 2017年以後 那麼安倍呢是進一步的 是和川普 等形成了這樣的一個美日印澳 為核心的這種新印太戰略 所以呢 從這個意義上這個過程中來看 岸田維雄應該是呢會繼續 安倍時期的這種策略 這會體現成了幾個方面 那在 安全上呢是和中共去繼續對抗 也更加的強硬 這一點是和美日同盟的加強和方向性上 是有這些相關的 那在人權問題上會堅持自由世界的價值觀對中共呢進行譴責 經濟上呢的繼續和中國正常的貿易 但是呢 涉及到一些關鍵產業 那包括芯片 還有IT 通訊等等這些領域的時候他就會和中共呢采取脫鉤的策略 當然 整體上來講我們講說岸田維雄他其實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 溫和的 情況下變成了一個對中共強硬的人 所以呢 他雖然在這個競選期間率先提出了這種 抗中共的這種策略 但是作為一個成熟的外交官呢 在他這種擔任首相之後 我估計他在這種 具體的策略上步驟上這種速度上來講的話他可能會有所這種 調整或者是安排 看起來也許不看就說 沒有那麼樣的表面上那麼激進 但是大方向上是笨著說 整個對抗中共的這樣的一個經貿 技術人權 還有國家安全的印度印太安全這方面的一個聯盟 那您認為他對於台灣政策方面有可能會有變化嗎 因為我們知道岸田文雄對台灣一直都是很友善的 在這個方面的話我是看到 中日台關係這種 中國通 那麼日本的產經新聞的台北支局局長 石板明夫呢他是接受這個 自由亞洲電台的時候他有一個 訪談他講的說 岸田的擔任首相 親台的路線不會改變 安倍的這種影響力呢 他也說仍然會很強 因為他是安倍晉三的接班人嘛 是這樣對 他說岸田基本上屬於這個中間派 那在外交策略上他會繼承安倍策略 親中 親美挺裁抗中 大方向不會變 而在 安全保障國防上呢 因為他是廣島選出來的 那麼 因為他在廣島這個 大家都知道說 那個地方呢 受過原則的攻擊 所以呢 他的和平的理念會非常重視 那石板明夫還說呢 岸田是比較官僚系統的人 做事情是重規重矩 不會有大的突破 那麼 日本的民意呢 各方面還是對安倍的這種外交策略比較接受 岸田呢又是比較重視民意的人物 所以呢 他認為說整個大的這種策略上 不會有改變 那有一點特別有意思 是甚至連中國學者都普遍的認為說 無論是誰當選 基本上都脫離不了這種 反中至中的派 因為呢 像中國社科院的日本 所副所長吳懷中 他就說 他說現在 厭中反中 已經成為日本國內的某種政治正確了 所以他認為新首相上任之後呢 要是根基不穩 越是根基不穩 就越有可能會迎合保守右翼派 還有選民 來博取支持 守住政權 當然從這一次的選舉過程中看呢 我們說 各方呢都在努力的呈現 說自己 對抗中共的一些政策 顯示呢 說自己有強硬 改變 這個是事實 但是呢 我覺得像吳懷中的說法 他其實存在問題 就他認為說 他表面上在講說 存在一個所謂的右翼 那麼呢 這些這個政治人物為了 討好這個右翼 那麼就然後他如何的 所以這個很像中共 經常講的那種說 比如說某某 什麼美國議員啊 或者某某這種政治家呀 他是 如何的去討好 一小坨反華勢力 等等的 所以 這個我覺得其實是一種 歪曲的 對吧 所以這點上 因為我們知道是 恰恰是在這種 我們講說 中共在 人權問題上 對香港問題上 以及呢 是在經貿問題上 還有呢 中共的這種 在對周邊的 這些地區的 安全威脅 等等這些方面的話呢 才導致了 日本的主流民意 包括全世界的這個民意 發生了一種改變 那 之前的我們看到有民調 去年的時候 我記得是86%的日本人說 對中共沒有好感 今年的7月份的時候呢 這個民調的顯示說 88%的日本人 對中共沒有好感 所以呢 這個情況下的話 其實這實際上代表了絕大多數的民意 而不是呢 說這幫人因為 好好所謂的 極端的極右翼 他們帶來了這種改變 所以我覺得這個 說法的話 其實是有這種 誤導性的 今年6月30日的時候 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 是公佈了一份民調結果 那這個民調結果是顯示說 大部分的受訪國家 對於中共 都有負面的看法 而且平均達到 有69% 那其中 那其中就只有新加坡 還有希臘的比率比較低 那這個 分別是在 34% 還有42% 那日本呢 是最反感 中共的國家 達到 88% 那如果是以州來分計的話 對中共反港的比率呢 北美洲呢 大概都是到了 74% 歐洲都到了大概 66% 然後 亞太地區 則是在 73% 然後還有一個選項呢 是問這些受訪者 認為中國政府 未尊重中國人的 個人自由的 這個選項呢 15個受訪國家 都達到了 88%的 認同 那其中 瑞典美國 韓國 澳大利亞 還有荷蘭 都分別達到了 90% 所以就是說這個 對於這個 中共反感呢 幾乎已經成為 世界的共識了 已經不存在這種 中共外交部說的 這個一小撮反華勢力 真的是不止一小撮 所以這實際上 是個主流民意的 所以那 也正是因為中共的 這樣的一些 這種自己的所作所為 那包括呢 我們看到大瘟疫中的 這樣的對 世界的掩蓋 和造成的麻煩 所以呢 才讓世界 對中共的 惡感倍增 這也才導致呢 是 包括這一次 日本的大選 那麼河野 這種 失利 敗北的一個重要原因 是 那好的我們今天節目呢 是聊到了 現在共青團 他們竟然出來 批自謎體 做愛國生意 那到底是為什麼會出來批呢 因為一向做愛國生意的 不就是他們嗎 結果呢 評論區果然就大翻車了 然後我們也聊到了 現在岸田文雄 當選了 日本的自民黨的新總裁 即將要接任日本首相 那會給國際局勢 帶來什麼樣子的變化 那一樣在節目最後 來和大家互動一下 有一個叫謝淑玲的網友呢 在講說 秦鵬老師 五毛自蓋五 這個總會翻牆上各大媒體 自媒體呢 替中共 洗地 這個是我們經常會發現很多五毛的 不過呢 這一次的這種 全國停電 看起來呢 這些五毛少了 嗯 那他也說 要號召胡叼盤 趕緊帶領韭菜們用愛發電 那講這個現在中國各地缺電的事情 嗯 然後 年轍制說 不不不可以用草發電 對還有一個呢 是叫做 Hard call 答 A-R-T 他說呢 吐共呢 說的沒錯 反華的是一小撮 極少數 反共的是絕大多數 對 反華的實際上只有我們看到 中共實際上是最反華的那個事 那看到今天相隔裡啦也有上線 我們的中史觀眾 剛剛他好像在跟另外一位 觀眾互動也是我常常看到的 RH 常常都是流日文 不過現在可能是 有時候系統會自己 去刪除一些訊息 嗯 對 Evan Chan呢 在講說這些 小粉紅們 或者一些播主們的話呢 他說太矫情 太噁心了 然後他說這個 做愛國生意呢 基本上都是腦殘的意思 其實做愛國生意的 這波人還真不見得 都是腦殘 但是呢 他們可能就 欺負這些 小粉紅們腦殘 所以呢 他其實也是跟這個胡編一樣 你說胡編是個傻瓜嗎 胡編實際上非常明白 但是呢 他就是要去割這幫人的韭菜 然後 然後外元也在說 寧願天下赴我 我不赴天下 這樣可以嗎 對這實際上是中共 所看的 那當然非常感謝呢 大家今天的參與 是 那我們一樣會持續的為大家 跟進最新的信息 那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還有收看 我們明天見